很肥 超肥 靠鉗子剪開就能看見驚喜 這就是人稱海中威爾剛藤湖 也因為富含蛋白質 有人說它是窮人的龍蝦 一個市價約150塊 再過去一國多月都沒有了 內行人才知道 只在端午節前 藤湖最肥最鮮甜 我平常都穿防寒衣下去打 這個叫做供蹄 那怎麼叫型頭 不會啦 賺錢吧 因此最近開始有漁民白浪滔滔 我不怕 在炒肩帶敲敲打打 展開採藤湖行動 藤湖會附著在岩石表面 有時漁民還會出海 找75%都活在淺海藤湖 這三吃 可以可以可以 暖暖的布丁 布丁 藤湖也能靠汆燙 迅速變熟食 海味不變 但有不同感覺 吃起來像螃蟹的口感 也能搭蛋液蒸5分鐘 肺蹦出新滋味 它比較嫩 蒸蛋之後 它真的比較嫩 民眾心中佳肴 即使還有分類 長的 吃起來相對 細嫩一些 長的 這個比較少 外型奇特 卻暗藏營養藤湖 由於在人際罕至東北角 沒有工業污染源 口感能加倍鮮甜 也因此成了當地特產 要讓人畢生難忘 情願當特搜大隊 巴拉選擇 海域新北艙報道 藤湖被譽為 窮人的龍蝦 大家覺得真的很美味 但你知道嗎 海洋生物看到它 避之唯恐不起啊 因為它是海洋中 最有害的生物 藤湖其實會黏住海龜 會黏住鯨魚 讓它們身體欺養難耐 但是來看看生物專家說 主要的原因是 藤湖成年之後 就失去移動能力 這隻大海龜 一直在輪船邊伸出脖子 似乎希望人類伸出援手 仔細看 它身上黏滿藤湖 幸虧船員最終切下藤湖 算海龜流出鮮血 但比起藤湖 讓它起氧無比 已經得久 這一切 許多海龜都經歷過 只是船上人類 也受折磨 看這位船長下海狂產 因為船底已經黏太多藤湖 拖慢船速增加油耗 原來每位藤湖 也是海洋惡魔 成為鄉野傳說 環境好才會附著在 在海龜的上面 可能會受傷 藤湖究竟為何要年來年去 引發恐懼 我們請到研究藤湖 超過20年專家解密 這時候很少科 在長在岩石上面 原來藤湖有不同品種 會寄生在海龜上 叫龜藤湖 還有一種會寄生在鯨魚上 叫桶冠金藤湖 人類會吃也會黏在船底藤湖 叫中鋸藤湖 人類會吃也會黏住生物 則是鵝井藤湖 藤湖醫生有三階段 藉蟲行駛選定分泌 年益目標 主因就在他們成年後就會失去移動能力 它會分泌一個礁水 就是藤湖礁 它是海洋最厲害的礁水 如果人類比如說可以發展這個礁的話 就是可以發展到很厲害的海底水沙使用的礁水 最新研究在國外發生 比如說它可以在手術上 比如說有鳥蛇的話 在血沙就會把這些傷口凝固 雖然藤湖蛋白質有複雜結構 目前研究還在持續進行 但西班牙人會吃龜族藤湖 巴西則會賣藤湖罐頭 秘密揭開有一定經濟價值藤湖 也算海洋天使